自己是不是骂人 是不是在侮辱香港人 因为为什么孔教授要骂 为什么鲁迅先生要骂 为什么毛泽东要骂 道理都非常简单 他们确实不是一般人 他们看到了这个世界的不公平 看到了世界的不削压迫 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殖民与不殖民 这是素质高的表现 好 所以我们看到了义和团 看到了王大革命 刚才大家很多人都把 孔幸东先生的言论和鲁迅先生的骂 并列在一起 但我认为 这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 鲁迅先生的骂 他是把理明明白白的摆在那里 而孔幸东先生的骂 显然没有能让香港人民 明明白白的明白他的理 倘若孔幸东先生 能够用鲁迅先生那种方式的骂 让香港人民明白错在哪里 还会有今天这样的问题吗 如果今天这场风波只是内地讨论 只是香港人介入有罢 但是他这个 我刚刚一开始就说了 他这个言语三言两语啊 这个波兰啊 还抛到台湾去 为什么如此我们再看看 庆东兄 他对台湾问题 他的看法 来请看 我就不懂有什么可庆祝的 第一呢 这个马英九一 百分之五十一 点多的这个票获胜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他跟人家蔡英文 到底差多少票呢 我开个玩笑说 就差一个中关村的人口 就差一个中关村街道的 一共六百多万张票 他不到半个北京市的 是吧 孔合上站住他一个地道就够了 这叫民主吗 其实这第一代表了台湾地区的分类 第二这是民主秀 这是假民主 好 来 我要问冠群 冠群知道在台湾来讲 其实类似的言论 在台湾自己本身在野党互相批评当中 又更激烈的 台湾也已经习惯了 可是我们这次看到 他讲完这句话之后 你看台湾的联合报啊 台湾联合报不用说 台湾联合报知道 他很支持两岸之间互动的 他的立场是很明显的 就是偏蓝的 而联合报的在这个设论当中都说了 说不要民主蔑视法治 丑化异地同胞 孔军东除了泛受敌意 这是关键词 他就认为说你是泛受敌意 他说他提出了到底什么有意义的价值 他根本不了解民主制度的精神 根本不在人数 而在负以每位公民平等的权利 你觉得他这样的语言 也有更激烈的台湾人自己说 大家可以接受 他就会产生不同的反响吗 对 但是就从他所说的这个来讲 像本身在台湾生活了这么久 不管说你支持马英九 或者反对马英九 你支持国民党 支持两岸交流 或者支持台独 我相信都不能够同意这样的话 因为所谓的得票之数600多万 那只是半个北京 那问题是你是治理多大的地方 你是多少的选民 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来比 而且第二孔军东这样的说法 不但是激起了仇恨 而且我相信他也违背了 现在大陆政府 他希望能够促进两岸交流和谐 这样的言论 而且他这根本就是在挑起蓝绿的同胞 尤其是特别给台湾一些有心的人士 尤其一些独派的人 这几天独派的报纸 或者有一些独派的人士 就利用这样子的一个事件来大做文章 那这是严重的 套一句大陆的领导爱说的话 这是严重的伤害到两岸人民的感情 这是13亿中国人民坚决不能答应的 我来回应一下冠军中号 台湾的民主确实有很多的问题 台湾的这样一个民主制度 它造成了族群撕裂 台湾的蓝力对立不是孔庆东煽动的 而是台湾的所谓民主制度带来的 所谓台湾式的民主 的确有值得争议的地方 可能各位经常看到台湾的电视里边 看到立法院 看到议会里边打架 我告诉各位 我就是在台北市议会里边去把陈水扁的照片摘下来 然后腿被民进党议员给打断了 那么这也许这种民主是要不得的 可是既然台湾是实行了这样子的一个制度 那么连咱们的邓爷爷都说 这个要推行一国两制 那咱们就应该要去包容 要去尊重 要去理解不同的制度 尤其是两岸在陈水扁执政这八年 经过了这么这么多的冲突 好不容易 现在两岸交流这么和缓 为什么要去挑拨这样子的制造敌意 来伤害两岸人民的感情 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不恰 好 谢谢 他刚才说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他说把陈水扁的像摘下来 结果被对立方面打断了腿了 你看这就叫民主 不单是骂而且是打 这是第一条 所以孔庆东骂 这是民主制度的表现 这是民主实践的表现 知道吗 只有骂才能代表一部分人民的意见 才能最好地表达这一部分人的感情 才能获得选择 知道吗 这是第一 骂总比打好 我想先回到这个角色来 我们今天这个场合当中 必然牵涉到内地 香港跟台湾 但是今天香港的代表不在 这是缺位的 立刻连线在香港现场的 香港中文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也是著名的专栏作家 陶杰在香港现场 掌声欢迎唐杰 陶杰你好 你好你好 陶杰我知道在这一阵子当中 香港跟大陆之间的关系 尤其包括民众之间的观感 还有包括情绪 是跟过去有一点不同的 有些在过去当中 好像台面下的东西 现在浮上台面上了 有人认为 是跟孔庆东教授 最近的言论有关 你赞成这样的说法吗 孔庆东的问题 绝对是个导火线 绝对是导火线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呢 里头还有很深层次的结构问题 因为这个内地自由行 来香港都买贵价的名牌 那么把那些商场的租金 炒得很高 那么你们买 他们买名牌 是他们的自由 但是呢 就变成了 就是说助长的地产霸权的 那个气焰 让香港的平民啊 交房钱呢 就是越来越高 买房子也买不起 那么加上特区政府 无所作为 再加上呢 就看见车厢 车厢里头啊 街上啊 就内地的那些消费客 他们就是说 蹲在街上啊 或者是 抱着小孩大小便 这些不文明的行为啊 就最近呢 就发展到忍无可忍了 再加上孔教授呢 开口闭口 说香港很多人是狗 还否定香港这个法治 这个问题是最大的 你怎么能够说 香港有法治 但是呢 你们香港人是犯贱 所以要用法律来归宪 他们的行为呢 这是秦始皇 李斯 跟商养的这种 法家的思想 那么你孔庆东 是孔子后人 孔子的儒家 是假设性本善 那么他呢 出于这种性恶 或者性贱 这种理论呢 去看法治 我觉得不光是 对我们香港 是一个误解 就算是在中国 内地 也是一种 很不健康的观点 你稍等一下 来 宋明就一个问题 请讲 考教授呢 说了一点事实真相 但是他的整个观念 是弧度的 我们知道香港的问题 香港的问题是什么呢 香港的问题是贫富差距大 但是他们却把矛头指向了 到香港去旅游的大陆人 所以这就犯了一个 方向性的错误 我刚才说 为什么孔庆东对香港同胞 满怀善意和爱心呢 他就是看到香港同胞 找错了方向 所以他着急 问题就在这儿 好 问题就在这儿 但是从陶先生刚才表示说 香港的有些人 他没办法了解 他没办法体会 这个不造成他的误解 这就是被香港的殖民 我一句话 香港的主流媒体 是被殖民势力控制着 被这些媒体误了 首先孔庆东六分钟的言论 有人把全文打字打出来了 所以并不存在说什么 断章取义的问题 第二 你的孔庆东可以批评 这个车厢里头 几个香港人用这么大的声浪去骂一个内地的母亲 这样的态度是不是文明的问题 但是他不能够把香港的法治说成了香港人的剑骨头啊 什么香港人羊奴啊什么对着洋人不会这样 你这样的话就 他是插着香港上线 陶杰我打断一下 这两天当中 香港的民间也出现了广告 而这个广告当中 从内地的部分人也认为说 这也是一种歧视性的一些广告来对待内地 比如说看到了说 你愿意香港每18分钟 花你看千万十万百万 一百万来养育双飞的儿童吗 双飞这部分要特别跟内地解释啊 就是说你爸爸跟妈妈都不是香港的居民 你所拥有这个权利 在那边生孩子 你看香港人忍够了 看到这 其实一般的内地还不会觉得说 可能有什么歧视 你仔细来看一下 蝗虫 这有引誉蝗虫过境 蝗虫站在哪里啊 狮子山 狮子山是香港代表是什么 自己 边手吃出自己打拼出来的 你看蝗虫站在盘踞在狮子山上 然后盯着看维多利亚港 然后再讲说我们强烈要求政府来修订金法第24条 这个广告你认不认同 也表达出香港对内地的某种 跟歧视的语言有关呢 这个广告我个人来说是不赞同的 因为呢我也写过文章 我反对把全国死亡一人都看成蝗虫 这个是以偏概全 但是呢 这个是香港政府的法律的问题 内地呢十几亿人 如果有钱个个都能来生 那么地方太小 占用香港的公共资源 这个问题你要叫香港人不要什么叫蝗虫 香港特区政府跟内地 对于这个基本法一定要要重新解释 来堵住这个洞口 不然的话那个中党矛盾再弄下去 我们将来恐怕会有更加严重的冲突 唐先生我打断你一下啊 我觉得现在啊就是说 内地和香港之间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内地的产妇到香港去生孩子是吧 这个问题恰恰是你们香港的法律精英造成的 它最主要的起源就是1999年的那个装丰园案 他判了一个结果就是说双妃的这个子女呢可以获得香港的居留权 这是要香港特区政府马上要补救的问题 我要问你陶先生 我没有说这些什么双妃产妇啊 是来香港这个这个生孩子是非法的 他们是合法的 我非常赞成刚刚这个陶杰先生所说的 但是呢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 我可能还要补充 并不是说只是对内地到香港去消费 买名贵的东西的自由行的旅客不满 他还包括了许多大陆的一些有钱人 钱怎么来的不知道 到洗钱到香港 香港炒楼 把香港的房价炒得非常高 我自己本身 我从小我在香港读书 我在香港工作过 我也受过很多香港人的气 陶先生你也别生气啊 事实上过去你们香港人 不但歧视大陆人 管大陆人叫阿灿 叫表叔 也叫我们台湾老 台湾楼啊 对不对 但是那到了现在 可能香港人的一些优越感可能没有了 那香港的生活资源 又被一些大陆的朋友给剥夺去了 香港人本身其实就已经有一股怒气 好比说我的妹妹跟我的妹夫 他们两个人在香港工作 一个月 两个人加钱有六万多块钱港币的收入 但是他们最近想说不要再 香港人